去见总统 没有 已经见过了 返国书职终于现身 驻美大使萧美琴 公开解答回台去哪忙 先见了总统 再拜访新隔魁 两人久违再相见 行政院长陈建仁 感谢萧美琴 驻美期间尽心尽力 特别是疫情发生后 成功协调了美国援助 对于台美沟通融洽 鞠躬绝尾是台湾之光 是否也代表副总统赖清德 如果想要更上层楼 搭档非他莫属 我们跟行政团队的互动 非常的紧密 所以我想这个时候 跟大家交换意见 也是有他的必要性 这次回来都是在处理 外交上跟台美之间的公务 所以我想我不太适合 在这边去评论任何的政治话题 不过务实台独理念 终究需要润滑剂 美方眼中台湾需要 哪样的领袖人选 萧美琴最清楚 美方一直很在意 这个台美关系是不是在我们共享价值 跟共同利益上面能够稳健的推动 那这一点应该是美方会期待 我们总统候选人 能够在未来所呈现的一些想法 过去我自己曾经参与过 我们总统候选人的访美 其实大部分都是各阵营自行在 在安排的比较少是透过住处来做处理的 我们现在也还没有进入到这个时程上 尽管2024总统大选暖身就在下半年 萧美琴布局白边转型对外 这是否也包括了提前回国汇报 美国众议长迈卡锡来访规划 目前对方办公室并没有向我们提出 他有什么具体的规划 但是这个他自己的想法 我想就我不太好去帮他去表述他的想法 美方态度不能片面议会 但间谍气球来者不善是既成事实 这件事情在美国社会也造成一定程度的震撼 对美中之间的信任 我们台湾人每天都在面对 各种灰色地带的侵扰 我们的感受 相信他们现在也会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衣领旁的猫咪涂羊凶章 变相成了外交战毛标记 萧美琴要为后参英文时期 跟美方接起哪一种桥梁 驻美大使这趟例行反台 动见观瞻 静新闻业府中车梁猜不到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 关心 明链 调薄 自知�� 炙毒 感谢观看